大公報 統計局了下半年經濟穩中向好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3大公報信 據中新社北京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黃保安表示 今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上處在合理區間 主要經濟指標逐步混亂 積極因素不斷增加 呈現緩中催穩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官方數據顯示 初步核算 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29.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 比上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 其中 二季度增長7% 與一季度持平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 黃保安指出 今年上半年 經濟運行總體上處在合理區間 主要經濟指標逐步混亂 積極因素不斷增加 呈現緩中催穩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黃保安特別指出 儘管上半年 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 但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上太后增速援黨的客觀實際 也符合典型經濟體的一般規律 綜合分析中國經濟面臨的環境和條件 黃保安認為 下半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體上型 將延續上半年穩中向好的態勢 有信心 有能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 短期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黃保安表示 當下國內外經濟環境依然錯綜複雜 中國經濟企穩基礎上不牢固 向好勢頭仍需鞏固 從國際看 世界經濟復甦緩慢 不確定性有增無減 從國內看 中國結構調整的陣痛仍在持續 新舊動力轉換上未完成 產業 地區 行業分化明顯 下行壓力仍較大 黃保安表示 克服當前經濟中的困難和問題 須進一步增強發展動力 從短期看 要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 穩增長的要害是穩定總需求 從中長期看 轉型升級關鍵要靠創新 從保障機制看 歸根到底靠改革 總之 要蠟燭穩增長 光耳條結構 拼力速改革 以想機性 緩衝性的宏觀決策 以效率導向性 機制創新性的改革舉措 適應人靈新常態 轉型升級上台階 擔實推動中國經濟行運致遠 從中長期看 轉型升級關鍵